大家好 我是Philip 通常我們拍攝或拍攝 其實有越來越多配件 例如我們買Cage 會幫助手機多些位置增加不同的小工具 我們加一些小工具上去的時候 有什麼選擇呢? 平時我做事或拍攝或拍YouTube 會有什麼小工具經常使用呢? 今天就拿了一些小工具出來 跟大家分享一下有些東西可以加上去用 是方便我們拍攝的 我們一起來看看吧 在開始之前記得按讚、分享、訂閱我的頻道 下面可以留言給我 有什麼意見記得跟我說 或者你可以有什麼想過試想過玩 記得留言告訴我 記得很久之前出過一條影片 就說兩張Z6組成戰艦 其實很多時候很多人拍攝都會加上很多配件 例如拍廣告、電影、電影機或者大機 它會加上很多不同的配件 究竟它加上的配件有什麼作用呢? 通常每一件小配件都有它的用處 以而不是 好像有些朋友想模仿大部一點 因為部機是小部 所以要砌大部一點 這個觀念又不可以完全錯的 因為不同人有不同的需要 可能我的客戶是需要 我砌出來的部機比較好看 有些人可能想自己砌模型的 砌模型的砌模型的砌模型的 有些人真的實際需要 我有什麼需要就先加什麼上去 而今天我準備了一些小配件 跟大家介紹一下 不如逐樣說吧 現在就說一說 我一款經常性使用的一款配件 就是Magic Arm 當然是有大有小 視乎不同的需要會使用哪一款 但到了模仿年代 又或者拍攝的設備越來越輕 我們就越來越用一些很輕便的東西 就像這款Mamphoto的大型Magic Arm 就通常在燈光用 或者夾一些機器時會使用 我現在通常會途轉螢幕 都會用這款小型Magic Arm 我其實有其他品牌的 例如Smallwork 或者VForker 我都會買一些來試 其實很多品牌都會有買的 最主要這款都是我主力的 例如Smallwork 雖然它便宜 但因為它的可動性不高 而且它的頂和底是沒有定位篇 在這稍後我會跟大家介紹一下定位篇的作用 但它便宜 還有這款VForker 我認為很多朋友在拍攝時都會認識 是一個攝影師推出的品牌 但出品便宜 它便宜價 但這些配件是要另外再購買的 我很喜歡這個定位篇 所以又要加錢配 另外一款大家也會認識的 Smallwork Sport 的預設基本型號 都是沒有定位篇 比較大一點 厚一點 但實質的 但像這款我特地訂一款定位篇 在市面上比較一般賣的普通型號是不同的 還有就是我現在常用的是LISI的瑞飾 就像這款 它比較薄一點 不重 而且螺絲兩邊也有定位篇 好像這款比較便宜的版本 就沒有了 視乎需要 有些人不需要便可以買這款 通常螺絲位都是跟著標準的 有四分之一和八分之三 兩款我都會有用的 例如現在兩款Sport 和LISI比較 看起來好像差不多 但厚度會比較薄一點 可動性亦不會差太遠 但視乎你自己的需要 LISI這款 我近期經常用的 其中一款是MAGIC ARM 剛才看到了 定位篇來講 無論是四分之一或者八分之三的螺絲 都可以有定位篇的功能 定位篇的功能始終你有的話 在上完的MAGIC ARM 或者那個螢幕 或者你的器材之後 它沒有那麼容易旋走的器材 這很重要的 例如我現在的MAGIC ARM 上面有一個可以上定位篇的三分之三螺絲 只要有這個 我便可以上同類型的東西 除了安裝MAGIC ARM 平時我都會安裝一種手柄 上面會有一個NATO接口 又可以夾上NATO標準的東西 待會我會再看到 最重要的手柄本身是很渣 很輕身 而且最重要是有定位篇 我上上去櫃子的時候 就算我上不緊 坐手上不緊 又或者用到中途鬆了 都不會因為沒有定位篇 而跌機鬆了出來 這是非常重要的 另外一件事 手柄有很多螺絲位 全部都有3%螺絲 又加一個定位篇 所以我們可以安裝 剛才我們看到的MAGIC ARM 有3%螺絲 又有定位篇 頂上去之後 就可以加上你自己喜歡的設計 譬如圖傳 螢幕、麥克風 你想到甚麼都可以頂上去 因為沒有限度是哪個位 只不過是哪裏可以安裝 方便自己用 就可以安裝在那裏 另一款也有很多人用的 很多用Z-cam 的朋友都會用這款 是一個類近RED的設計 手柄 但它有很多螺絲位 即是4分1、8分3都會有 亦有這套設計 如果這套設計 有這套設計 就可以直接拆開 一鎖就可以鎖住 非常穩固 手柄本身不大 可以方便 剛才提到這套設計 你夾甚麼東西都可以 甚至乎想夾多一隻手抽 雙手抽都可以 所以它的設計是自由 就像組織LEGO一樣 你喜歡怎樣組織都可以 最重要的是 方便自己真的做事 否則越組織越大 你又妨礙自己做事 就真的沒用了 拍攝很多時候 大家都會加一些螺絲 或者一頭毛上去 它都會出了一些螺絲 用來螺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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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我這隻 平時用Ninja 會加一隻Cage 上去 變成它會更多螺絲 接口 亦可以外加一些線夾 保護線頭 令它望而損壞 看你需要 當然 如果需要保護螺絲 你可以加些東西上去 方便你自己的需要 當然Cage 接口多 又有固縮 亦可以讓你加好東西上去 另外一件事 有些朋友就像我一樣 有些人想輕便 不需要Cage 其實可以加上 剛才我所說的 這個接口 如果有這個接口 就方便了 我們只要在手柄 或者Cage 上 加上滑條 就不用太繁複 不用上螺絲 直接夾回 這個接口的轉接位 就可以夾緊 你的螺絲 還有一個好處 它跟Magic Arm有少少不同 因為夾完之後 可以直接咬 那個調節位 當然可以調節鬆緊 視乎螺絲的重量 可以調節鬆緊 亦是它可以直接咬 很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我們有些拍攝不同的角度 都可以咬 而且這裡有一個定位PIN 萬一有些工業以外 或者不是工業以外 或者在不小心的情況下 不小心解鎖 它也不會跌出來 因為它有一個PIN 幫你頂住那個調 不會一線就滑出螺絲 這是很重要的功能 其實配件有很多元化 例如這個 類似剛才那一隻 如果你想用這個手柄 不想用這個接頭 或者是這個Cage 有定位PIN 的螺絲位 你可以直接用這個 都可以轉接到這條調 視乎你需要 它有很多款式 當然就是 如果你像我那樣 有幾部機要出去拍攝 那就沒辦法了 一定要多買幾個不同款式 有不同的配搭 然後就是V-mount的Play 本身V-mount的Play 我想大家都不會陌生 因為現在通常有小的V-mount電 所以它依應這個尺寸 都會出小的Play 好像一些Bandmagic 或者是一些比較食電的機 很多時候都會用這個V-mount 確定那天拍攝 都不用經常換電 最重要是有一個USB-C 最近就像Canon R&C 就是需要插上C頭 才可以有Wall的輸出 所以這就是其中一項 你可以選擇 就是不用插尿袋 不用找電源 特別給C頭才能拍攝 特別是這些V-mount電 雖然它本身有D-TAP 但有很多人都會靠D-TAP 來做一個電源 所以那塊Play 通常都有不同的輸出 例如除了D-TAP 外 還有一個8W 可能可以插上螢幕或圖存 D-TAP 也是標準D-TAP 頭 最重要的是 它除了電源 也有一個USB-C 頭 就像剛才所說 供上一些需要USB-C 的電源 有些人會說 Play 太大快 亦想有些小型的小型 可以安裝回碼 其實它也要有小型的小型 可以安裝回螺絲 例如你可以安裝在機身的櫃 又或者在不同的位置 你想到的地方 可以安裝回螺絲 就可以安裝回螺絲 就可以安裝回螺絲 然後可以安裝回螺絲 然後可以安裝回螺絲 讓你自由選擇 如何組裝機器 或者組裝設置 近來越來越多配件廠 亦有很多選擇 這方面是方便大家拍攝的 這款新款會有USB-C 的PD輸出 除了小型的V-mount Play 也有大型的標準 好像這款就是標準的大V-mount Play 它有USB 位置 D-Tab 和8W 可以安裝回螺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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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款新款會有USB-C 的PD輸出 我記得大和小型的 都是有PD輸出 譬如有些機器 如剛才所看到 例如R5C 需要PD 才可以安裝回螺絲 可以安裝回螺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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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方面是需要的 如果大電的話 大電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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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比較像 好像比較穩妥 其實小電的話 是比較穩妥的 只不過用大電的話 都會慢慢放進去 接著介紹就是燕尾板 很多時候 大家都不知道為什麼 例如我拍攝 都會加一些燕尾板上去 因為有時 用腳架 可以移動的位置 實在不多 所以通常 我們在很重的機器 都會安裝燕尾板上去 改變重心 例如我們安裝一些鏡頭 重心改變 又不夠位移動 就很靠燕尾板 前後移動重心 我也是用開 另外一些燕尾板 就不是這次推出的 但大家大同小異 都是燕尾板的設計 更加深 最主要的分別 我覺得 為何這次會比較好呢 因為你會看到 它沒有做過偷輕的動作 底板比較重 但功能上 也是差不多 當然年輕人是Lisi 我覺得比較帥 如果安裝了炭纖 夾管上去之後 就可以夾回 V-mount V-mount 可以方便 安裝不同的配件 例如安裝V-mount Flo-of-flow 又或者是不同的配件 都可以夾回 夾條道 很多時候都是這樣 我們有時候 鏡頭不同重量 V-mount 又不同重量 有時候 很靠燕尾板 幫助快速調平 始終腳架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拍片 如果不熟悉的朋友 可以在這裏少許提醒 有時候腳架 使用的時候 需要調平 其實要放手之後 它完全不動才是 要平衡的 很多時候 板不夠退 就需要靠燃尾板 至於如何調整腳架 我想很多朋友都很熟 但我相信也有些朋友 不懂的 所以我看下一次 如果我談談腳架的時候 我就可以看一看 究竟怎樣可以調整 叫做一個比較適合的調平 讓大家參考一下 這些配件其實都頗有趣 有需要 其實真的可以方便自己拍攝 如果你想輕便 當然就是買精鑰 有什麼又買什麼 希望這條影片 大家看完 都知道這些小工具 大約會有什麼用途 會做什麼 有些東西是真的方便到我們 有需要 可以留意一下 這些小工具 幫不幫到自己拍攝 或者拍攝 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按讚和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不需要 我們下次見 就回想想考慮 就會 其他影片 都是 我們下次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